大家好,我是幻星 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一场3v3的比赛视频 这个也是最近参加这个博取杯的一轮 那行非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降面 这个降面其实表面意义上好像是暖色的锅小的阵型 还是暖色比较好打的 其实不然主要是因为有棱主画坨 其次锅小的核心比较少 双爆也没有 如果对方一抓拆了小桥的话 能组成双爆的阵型没有 反而有大桥有画坨这样标准意义的棱主 反而是以打郭家是很难打的 所以对方张辽小桥 作为我们暖色手抓了郭家 基本上很难成正了 而且如果我们不抓郭家 让郭家去选择张辽的话 也比较难打 所以这个降面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抓的 对方直接抓了张辽小桥的时候 我二抓直接确立野人阵 这个也是拼而屁了 对吧 你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刘备张飞看一下起手牌 直接秒掉一个边也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记得我前几天出到一个 画坨孙间的那个 画坨孙间诸葛锦的阵 对方的刘备张飞起手就非常牛逼 有画坨的前提下也是差点把画坨直接强推死 所以是有这个可能 我只能这样 但是呢 我也说过有画坨存在 张飞想推死人真的很难 像上次那个视频 很多人都说画坨的RP好 其实真正意义上 其实是刘备张飞的RP好 刘备张飞又有距离杀还那么多 所以说那个产生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这次我们的这样面 其实就是上次他们的选招 这次我们只能拼刘备张飞的一波 如果我们这一轮带不走一个张辽 或者是打残对方一个人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打的 因为张辽画坨拖慢阵型 两轮过后 基本上刘备张飞就废了 这个时候刘备其手一无中一无骨 但这个无骨开的非常的糟糕 一张杀都没有 其实这个时候最好的是什么 刘备和张飞各能拿一张杀 只有一张无鲜由我诸葛来拿 无鲜画坨让他少拿一张红 也许这样子的话 两个人起手牌很可能是秒掉人 但是说一张杀都没有 我只能求一下对方起手牌 比较少 这个时候我无鲜张辽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刘备张飞 首先要声明一点 这次比赛是不进安排的 这个也是网络上比赛打的 就是说允许吞牌 因为作为online上的比赛是很难有道德规范 很多战队都选择通牌来参加比赛 多次因为这件事产生很大的争吵 所以干脆现在举行比赛是允许安排 允许你们通牌 但是不允许三开 这个比赛是标准意义上允许吞牌的 刘备张飞七手很薄 刘备留了三张牌 只仁得了两张 说明刘备那边有杀的可能性比较 就是仁得的杀比较少 这个时候能推死张辽的可能性是非常的低了 那我们就无懈了张辽不让他拿加一马和八卦阵 这样子的话 即使推不死 也是在后续有机会能对张辽持续的输出 因为这个只能是打张辽了 我们来看一下张飞的七手牌 这个也是希望能把对方打残吧 但是有话陀五手牌的话陀 刚才虽然说是有一个五股拿的是黑吧 但是有四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能推死张辽的可能性是比较低 其实刚才我们五股拿了两个无蟹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是很支持 因为对面有张辽 无蟹消耗不掉的话 呃 那个也是会成为对方能偷到的 所以我干脆这边我都不吞无蟹了 保血线直接是弄 这边张飞的七手牌还可以吧 直接把张辽打残了 但是呃出完两张杀 开始放AOE 能说明没有后续的杀 这应该是最后一点伤害 再有一点也是很难带走张辽的 因为有话陀的损造 所以这一下基本上 我们刘备张飞野人阵第一回合 这个七手牌 再加上裸摸的效果已经结束了 而对方造成的伤害比较低 这个时候就其实对于本轮对阵 已经进入对方的节奏了 以我们诸葛起手的这样子的牌 再加上刘备张飞 现在输出牌头打光 都没有把对方打到话陀急救一次 这个输出已经是非常不给力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造成的后续的伤害已经是没有了 这个张辽还吃了一个桃 并且拿了我的乐 乐他也虚报 因为乐我没什么用 诸葛金只能改自家人的 我们来就看一下刘备 张辽留那张乐 也是一会打乱这个行动顺序的时候 乐刘备 防止刘备张飞 这个很可能说是裸摸四张杀 完了也许带来一点威胁 对面打的也是非常的聪明 这边对方也是选择集火边风 怎么说呢 可以哈 就是说对方也是想在四连的时候 带走我们一个四血边风 我觉得也是理解的 刚才刘备留的比较多的牌 他也觉得刘备那边有闪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 关心有乐 其实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头已经是 感觉到这次比赛这一轮要输了 而且再加上前天 这是第二天的第一局 第一天打的并不是很好 八局三胜 对吧 当时的战绩打得非常的低 那也是导致我觉得有可能进击不了了 所以当时这个像冰凉桃源 我都没留 这次关心 我觉得我也是有一个小失误 因为我拿了一张乐 但是我第三张放的是一个红桃 这个还是比较有错误的 但是可能也是当时心态已经影响了 就是玩玩三为三比赛 其实心态非常影响当时正常的发挥的 所以这一轮我觉得作为诸葛的主角是失误的 但是对方华佗直接选择抢动 戴嘎是华佗手上是有一张顺手的 所以他抢动想把这个乐拿过来 对我的刘备张威精英控制 这个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张乐可以反正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外头有一张无蟹也是对方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难打了 如果对方选择乐我的刘备 我诸葛亮会选择抢动一回合 这样子即使是我弄不掉这个乐 因为对方是有空的一张无蟹的 我也是让我的边风有一次联动的机会 就算是对方打得我很惨的话 我让他们联动也能很好地去把血线撑回来 这更能拖延一点点时间 刚才关心大家记一下 诸葛景发动那个技能的时候是你他第一拿第一张 剩下的逆时针拿第二张第三张 所以我第一张灌石斧是诸葛景的 完了下头 我的关心的第四张是张聊的 完了是华佗的 所以我这个时候利用关心也是反观一下 华佗那边拿不到一张 那个红牌 也是能控制一下对方可能出现的红色的牌进行恢复 这个关心也是在间接性的反观一下华佗 别人拿什么牌我就不管了 像诸葛景你控一个灌石就控灌石吧 但是我绝对不会把这个红色的武器给了华佗 因为华佗在挂一个武器呢 根本就杀死张聊就是天方夜谈了 所以我这个也是在细节上的一个控制吧 这边的话诸葛景也是一兵一乐 这下的话对我来说挺头疼的 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能不能采用什么效果 还好兵天度了 这个天度对我们来说起码是过牌 虽然说对方张聊能联动对我手牌破坏 但是起码有一次续报的机会 就看一下这次续报产的效果 我们知道华佗那边五张有一张黑 这个是我们关心给的 好像是一张黑沙吧 我具体忘了 但是呢 反正华佗那边稳定不可能是五红的 所以就看一下刘备和张威 这次续报能不能产生一次爆发的机会 把张聊带走 这也是我们达到这一轮一次比较 比较能翻盘的机会吧 如果这一轮再带不走 其实豆瓣本人就要悲剧了呀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刘备 那边诸葛锦还断了一次杀 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支持 但是如果这次他 这次他利用自己的技能红源的话 花佗补的牌 我们就没法控制 但是刘备这个时候只认得了一张 这让我很失望啊 你能不能多认得一张啊 但是这边有桃 给了我也是想让我撑一个血线 让我去虚报 但是有张聊存在是很 很难防虚报的 这个时候大家要考虑哈 就是刘备这一张 为什么要留 说明刘备这一张是对于张聊来说 是一个大心理战的 因为张聊突袭要突袭两个人 这样子的话 刘备要不就是留一张 希望张聊突的 就比如能控制住你张聊 不要给你张聊能突到闪 突到头 故意留一张 让你张聊去突袭那一张 或者是留一个关键牌 那个觉得张聊不会突他 这个时候就让对方的张聊 很很难去抉择 到底我突不突刘备那张牌 因为刘备的牌是活的呀 所以这个也是啊 这一轮刘备张飞被乐了一轮 虚报也没产生多大的输出 但是刚才先决斗后拆 也是骗 看一下有没有 呃 呃不是 先决斗压了一滴血 并且过拆 把加一马拆了 这个也是 呃 希望会以后秒张聊预留一下 我们看到话筒那边 还好没挂出什么红色的装备 起码也是预示的 他最多最多也是 呃 那个 呃 四张红这边的话有一个无中 那我决定把后头的牌 呃 放下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放下的话 过牌性提高一点点 完了看能不能有效的对张聊进行输出 这个也是一种想法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记一下关底的牌 这是一两张杀的关底 就要在最后两张 这个我觉得作为诸葛亮 放底的牌一定要了解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效的把关底的牌 就是倒数两张是两张杀 我们来记住 完了看能不能在以后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或者打排队底的时候能有效的记住这些牌 呃 这边也是 刚才也是留了一张杀 也是为了自己产生一次双杀的机会 哈 那个一决斗一杀 那个张聊那边是有闪 没办法产生更多的 因为有张聊 所以这个桃我也就不给边风留了 呃 直接撑自己血线 也是提高自己虚报的效果 呃 那边的话 因为华佗的手牌非常的充裕 也不用华佗抢动 直接是张聊联动 呃 对刘备和张飞的手牌进行限制 我们看一下刘备刚才留了什么牌 呃 能不能让张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很可能不是闪 就是一些呃 张聊用不着的牌 当然这也是其次 要不也就留一张闪 对 让他也产生不了额外的什么距离啊 关键的 呃 呃 这边张聊也是弃了一张连弩 这个也是这副牌 有一张连弩没有了 诸葛锦继续的 因为这一轮我们没有反观 所以也不知道给华佗补了一张什么颜色 这个时候张飞的血线已经非常低了 呃 对方激活张飞也是不 没办法让张飞那边回血 我们这边考虑一下 因为本轮 本次比赛 这次是不进案的 我知道张飞那张留了一张桃子 所以说我选择自己抢动一轮 这个时候本来我对于本轮游戏已经非常绝望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连弩 忽然就想到了一次唯一翻盘的机会 那就是 买底连弩去找机会 拿到这张连弩 虚报杀来爆发 这个时候大家记一下后三张 两张一红杀一黑杀 完了一个连弩 这是倒入三张牌 所以大家记一下这个牌的顺序 当时我看到这个连弩 唇底已经是 想着这么去翻盘了 但是我们要创造机会啊 那个其次我也希望张飞你能撑住 对吧 呃撑住的话 呃一会我要有A收你能更多过两张牌 也是更好的啥 因为我就算续报也很难有 可能说是拿到连弩就能秒掉对方的张辽 进入2v2 这个几率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希望的是张辽能张飞你能多撑一几回合 撑到我一会能拿到连弩 并且有A的时候 完了这样子续报来秒你 这边的话话头都用红牌开始给张辽补血了 那说明话头那边稳定的是有四红了 那我们不管 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这次刘备被乐了 但是我必须选择刘备抢动 呃 因为呃 拆不了乐什么也没有效果 我这个时候只能聘RP刘备天度乐 完了自己拿两张杀 张飞裸摸两张杀 完了看能不能把张辽带走 或者裸摸些其他的牌 呃张辽这个时候 张飞这个时候 呃 拿到一个加一码 也许能撑一命 因为这个时候诸葛锦和张辽都打不到张飞了 呃 可惜可惜可惜 就是当时刘备手上是有一张顺手 正好是被张辽拿走了 并且张辽突袭我还拿走我的杀 如果拿走闪的话 张飞还去不了的 所以这个也是 实在是没有办法 对方这一杀 刘 我觉得刘备那边好像是记得没有逃了 当时比赛的时候 呃果断是把张飞收走了 而我现在只能祈祷张飞死了 你张辽不要从张飞死后拿到桃子回血 如果你在回血的话 呃 还是很难的 那个现在排队剩下21张 我们就来 看这21张怎么去把那连弩和那陈底的那杀成为我们的手牌 来进行一次爆发呃 带走张辽 这个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机会 这个时候诸葛亮续报的牌非常少 是没多大用的 呃 所以说呃 排队底比较少了 所以我不停的让刘备先动 完了给我一次连关的机会 这个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诸葛每次看五张 更好的能把我陈底的排队的牌拿到手里头 这个不像刘备只能拿两张 两张是固定的 而我诸葛亮就算是这个时候我的行动 呢 按道理是拿不到这个连弩 但是我通过关心可以把连弩拿到我手里 呃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让刘备这次抢动 给我一次预留的连弩的机会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牌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了 呃 首先我还没放底是不愿意给对方 因为我没有闪这次也拿不到闪 我怕对方杀我一下 完了那个八卦阵判黑 完了把我虚报的牌去消耗掉 这个我就基本上没办法了 所以我当时是呃 给对方清刚 是因为清刚就算是你 诸葛景拿了 张良拿了都没什么用 那个就算你画图拿了也没什么用 呃 那个但是寒冰不敢给你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记下牌队有一张呃 倒数两张倒数 倒数三四张是两张杀 完了倒数第二张是连弩 倒数最后一张是决斗和 而不是倒数第二张是决斗 倒数第一张是寒冰 刚才我数数错了 一共是五张牌 我们的关底的牌呃 其次的话 华佗刚才我也是有意识的去拆华佗 败头的明红 也是预留着机会去秒张聊 而我也是没有出一张杀 因为我现在杀一刀没什么用 华佗一会清囊就补回来 所以我要虚报这些杀 一切一切的 准备都是为我们一会拿到连弩爆发去准备的 这时候排队只有四张 倒数三四是一张杀 一张黑杀和一个连弩 刚才张良拿这个牌 也是让我不用去抢动了 因为连弩和杀 刘备能帮我拿 这是稳定我们的技术排队的 如果是张良不拿牌的话 刘备拿不到那连弩和杀的话 就由迪欧我关心来弄了 这样我就直接多动了一回合 可能杀就比较少了 张良拿牌也是预示着为我们创造了一次机会 这个时候华佗也莫名其妙的 华佗拿到了寒冰剑和决斗 这个大家记一下 但是华佗没有清囊扔了决斗 手上留了一张稳定的寒冰是黑色的 这个时候说明华佗最多最多只有三张红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当时就觉得华佗这一次挺莫名其妙的出牌 让我有了一丝机会 那我们来看这次关心 这边因为过拆和杀都是输出牌 所以我留下了 这边负一码我是稍微考虑了一下哈 但是最终的话我是把它选择放上 是因为我 到时候要放南蛮 因为我怕诸葛景那边有一个红沙 那个会拿一些未知牌 万一下一张牌 因为就是新牌堆了 下一张牌他拿到桃子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我一定要预预留的这一点 就是怕诸葛景你产生这个明哲的技能 拿一张未知牌会影响我秒张辽的机会 刚才我们拆也是拆掉一个桃子 那说明话说只有两张红了 如果你张辽那边没有闪的话 我们求两个桃 那个没有闪的话是求三张桃 也许有机会能杀死张辽的 这个也是我们最后一波了 那个如果如果不成功的话 呃 华佗那边抢动 如果牌一般的话 我们诸葛亮还有一次关心的机会 所以说这一次连我的诸葛亮联动 就是我们这轮游戏最关键的时刻 呃 对方华佗这一轮急救 我们看一下对方 华佗应该最多也就是两红 因为刚才扔了一张红 留了一张寒冰 他可能是想留一个距离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哦 两红下一张是一个寒冰剑 这个我们关底的牌是必须记住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求你诸葛景那边没有逃 刚才我们一记打就是那负一码 就是关心一定要所有地方都考到 就怕那种未知的情况影响到你 杀死张辽 没想到到时候我们诸葛景竟然没有逃 成功的收掉了张辽 当时我是开心死了 因为对面那个阵容 基本上我觉得已经是我们没法续报的 对吧 有张辽在会很影响我们续报的情况 其次的话 我们俩的输出也很难打死 这诸葛 那个刘备很难有距离 对吧 诸葛亮虽然说很难打 但是诸葛亮的输出有限 再加上有画坨 对吧 防徐报防杀 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很没惨 但是最终的话没想到这一次利用关底拿连弩 再加上通过自己计牌 刘备和诸葛的抢动这个时机把握的非常好 让刘备那边多给我了一次杀 完了我这边多了一次关心的机会 导致我的输出牌正好够 少一张多一张 基本上 少一张基本上就game over了 当然可能看一下下轮关心 是不是会出什么无中啊 AOE啊等等等等 但是基本上很难说 这个时候进入2v2 我们的机会就比较大了 因为刘备诸葛亮的2v2的能力 要远远高于你诸葛景和华佗 所以本轮游戏也是真正意义上 气场归来吧 呃 因为这次游戏非常正式起啊 这轮比赛导致从今天开始 这一场比赛成为一个转折点 我们接连获得了11连胜 完了在今天晚上 呃 是7比1吧 打了一个呃 7胜1负 这成功的在最后的时刻 以小组第二名获得了决赛的资格 呃 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我决赛的成绩吧 我也会在决赛打好这个比赛的 呃 虽然说是小比赛哈 但是呃 也是作为王战之前 呃 很少的训练机会了 大家都知道 我是我一般情况下是 很难去面杀的因为 一是战队的人都不在南京 现在呃 大家很难聚在一起 只能通过网络上来进行训练 所以说呃 网上任何比赛形式 我都报名参加了 就是为了抓紧一切机会 为呃 今年10月份的王战进行准备 呃 也希望这次王战能获得一次好的成绩 那个这次我可能打南京 长州和呃 杭州吧 这三个赛区 呃 但是这个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因为王战现在王战上好像没有长州赛区了 啊 这下的话我可能有变更 但是既也是会尽量在最近的时候把这个讨论下来 完了到时候会跟大家在微博上进行分享 啊 当时赢了这场比赛 我也是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 很多朋友想看一下情况 然后我今天是专门的把他做出一个视频 后头这个比赛 我就不解说了 那个我想以我俩两神将的情况下去打一个话陀家 诸葛景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个对方也是没什么核心爆发点 其次的话 呃 刚才这边 有个小差距哈 刘备刚才吃了个桃 那肯定他两个桃 他当时觉得 呃 人的给我桃 影响我续报 所以留了个桃 完了诸葛景顺过去了 完了因为 完了我又一会儿把他顺过来 把这个桃又顺过来了 这个的话直接强秒了话陀 呃 也是 获得了本次游戏的胜利吧 对方最后两个2倍20基本上打不过我了 行 今天这场比赛就到这 谢谢大家 这个视频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诸葛关心 利用最后几回合调整手牌 呃 把自己关心的关键牌拿到自己手中 最终产生虚报的效果 秒掉了对方的张辽 呃 也是标准意义上一个诸葛关底的一个 呃 爆发局吧 也希望这个视频也能帮助个大家 以后在自己3v3比赛中 利用诸葛主或者诸葛边关底产生一定效果 呃 其次的话也间接的告诉大家 关底的牌一定要记清楚 这样的话完全能在关键时刻呃 透明所有人的手牌 包括队友或者是呃 对方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应该掌握的技巧 呃 其次也是间接证明这个诸葛神将果然不亏他的身份 呃 那个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